影片录制日期,2017年10月7日,大陆EPR宠物情人版本,台服没意外的话,10月中旬公册将同步开放宠物情人,先来说明一下宠物入手方式。 当角色达到30级时,右侧任务蓝会跳出一个宠物任务,回南门找宠物协会会长对话,巴拉巴拉,就会入手一只玻璃。 宠物入手后,最重要的是跟它培养亲密度。懒惰的话,睡觉前带着宠物去挂机打怪,第二天醒来亲密度自然会达到3以上,就可以回去找宠物协会会长对话,获得一本宠物冒险指南。 打开飞包使用宠物冒险指南,会有一个出发键是支撑的区域解锁任务,派你的小玻璃进行任务。 10分钟后,它会带一堆东西回来。 对无客平民来说,里面最重要的奖励是七彩贝壳十个,你需要靠这东西再弄一只宠物回来解锁下一个区域。 用十个七彩贝壳跟宠物材料商店的狸猫买一个彩色萝卜。 然后到下方找封兔。 然后到下方找封兔。 法师或弓手请再站更远些,使用彩色萝卜后,慢捕捉,正常你应该有70%以上的几率捉到它。 没捉到就是它害羞,再点一次捕捉就好了。 人品太差或捕捉高级宠物的时候,第一次捕捉失败时,宠物有可能直接逃跑消失,当然,道具就浪费掉了。 捉到新宠物后,带着去挂机刷怪链一晚,也可以丢供用仓库让小号领出来链。 亲密度达到三以上就有两只可以同时派去进行宠物冒险。 要进行真正的宠物冒险,需要消耗你的角色战斗时长60分钟及冒险丸子,相对的可获得不少战利品,其中最值钱的是卡片。 另外推荐能力这一栏是指如果你的宠物有满足对应要求,例如它要求好感度无以上,派出的宠物有达到要求的话。 冒险结束时就必定得到一个伊斯鲁德冒险箱,偶尔能开出略为值钱的东西。 接下来看看完成冒险之后的奖励,因为项目太多了,懒得写自己看。 请看完成冒险。 请看完成冒险。 看完成冒险。 我知道是否工作乱和誠物。 请看完成冒险结束。 烧钱抓更多的宠物 抓宠物所需的宠物材料 除了用七彩贝壳跟狸猫买之外 最快的入手途径是拍卖场 便宜的三万 贵的要好几百万 可能会有观众想问 这么贵的东西要上哪刷啊 答案是组队爬塔MVP掉落 但是呢 我一把一路爬到十楼就被天使玻璃打到灭团 游戏中后期没坦没朋友不用玩了 连最弱的天使玻璃都打不过 只好花几十万给大家示范一下 什么叫烧钱抓宠物 先抓比较容易的 西门的溜溜猴爱吃魔物香蕉 一根七万 买两根备用 抓猴一次成功 一次失败 飞羊的小野猪爱喝魔物牛奶 一贯三万 抓它一次成功 一次失败 另外又开小号测试 先喂一罐奶 再送一罐奶 买一送一堆叠好感度 一次成功 假设成功率原本就高于50% 我这样做好像很白痴 迷藏森林的曼陀 一罐要十三万 由于它会隐形 要先跟船点附近的补给品商人 买第六感药水 喝下去之后 打开地图会看到绿绿的点 它就躲在那 点击后选彩集 会冒出一堆曼陀罗首位 清完后就可以开始抓它了 我蛮想要这只的 因为长得很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抓了两次 失败又失败 26万没了 牧师口袋空空 悲伤的关掉游戏 隔天再捉一次 成功 呵呵 宠物技能等级重置 宠物技能等级 你可以用天赋果实重置 随机把所有技能 洗一到十级 例如溜溜猴的攻速UP 可以帮主人加装备攻速 某些职业就会特地去洗这技能 某些职业就会特地去洗这技能 如果天赋果实用完 可以到活动商人那边购买 以上 Google姐姐配音 附上目前手边五只宠物的攻击方式 血级技能数值录影 881 1 2 1 2 2 3 4 4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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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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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8 9 9 7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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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